中国的自来水到底脏不脏 你会直接喝自来水吗 会的扣一不会的扣二 请大家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全世界只有15个国家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公园广场神社经常能看到指引设备 德国为饮用水的质量标准制定了40多项严格的规定 而意大利甚至传说连街头喷泉的水都可以直接喝 那我们的自来水情况如何呢 有时雨天过后打开水龙头 自来水颜色异常甚至还能沉淀出泥沙 这主要是由树水管道中的杂质导致的 杂质的来源有两个可能 一是老旧小区的管道老化秀石 很多城市的地下树水管道年久失修 跑冒低漏十分严重 根据2014年的数据 我国自来水平均漏湿率为15.7% 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以上 而发达国家最高水平是6%至8% 管道漏湿导致我国每年流失自来水70多亿立方米 相当于一个太湖 杂质的出现还可能是因为停水 停水后管道里的压力减小形成负压 产生红吸现象 管道外面的脏水就顺着管道的漏水点吸到自来水管里面 还有时候刚接出来的水非常浑浊甚至呈乳白色 但静置一段时间就变轻了 没有沉淀 摇晃也不会再次浑浊 有人说这是自来水厂加了漂白粉 真的这么凶残吗 其实这是自来水管网和外界之间的压力差导致的 为了使自来水送达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市政在输送自来水时会加压 高压之下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大 大量气体就溶解在了水里 一旦同水压力突然消失溶解度骤降 气体分子被吸出 就在水里形成了大量微型气泡 整体看上去水就变成了乳白色 这也是输水过程中的自然现象 还有的自来水放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变成这样 好像有一层灰尘落在了水面上 但其实这并不是灰尘 而是因为水质较硬 水里的钙每元素含量高 表面吸出了碳酸钙结晶 把这些结晶放在显微镜下就一目了然了 这样的结晶对身体也是无害的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我们的自来水真的脏吗 我国的饮用水标准确实比不上日本和欧洲 目前仍然不建议直接饮用 这点我们应该承认 但与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发布的指导性标准相比 我国标准也毫不逊色 每个城市的居民楼在入住前 要经过水质42项全分析 保障了城市居民用水的安全 每季度要进行定期的抽样检测 排除潜在污染物的风险 中国的第一架自来水厂 1883年就诞生了 是当时英国商人在法族界建立的 也就是后来的杨树浦水厂 它采用的工艺是经典的净水四部曲 蓄凝 沉淀 过滤 消毒 如今虽然100多年过去了 但自来水处理工艺依然没有本质的变化 目前国内仍有95%以上的自来水公司 沿用这个经典的四部曲 这种工艺可以通过化学药品 有效的杀菌消毒 熔裂藻类细胞 效率很高 经过处理后即可流入千家万户 但它也有一定的弊端 就是无法过滤水中的有机物和重金属 并且由于消毒时添加氯化物 自来水中会有残留的氯 所以如果家里自来水厂较近 自来水管出来的水含氯就比较高 浇花 养鱼都要提前晾水 不然容易死 做饭饮用的话就没关系 因为氯经过加热就会散去 饮用水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农村和小城镇的部分家庭 依然依靠自背景获取饮用水 这样的水源受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极大 早在1990年 无锡就因为太湖兰藻大规模爆发 造成自来水厂停水半个月 2007年太湖兰藻再次爆发 家家户户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都带有恶臭味 超市各种饮品被一抢而空 后来智利三湖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被提上日程 现在太湖的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所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需要特别关注水质 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把自来水烧开了再喝 基本就可以保障安全 有条件的也可以选择品质靠谱的桶装水或者净水器 喝水更加方便快捷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是二字星 咱们下期再见